死亡率100%的狂犬病有多么可怕?养不养宠物的朋友都要看看! 狂犬病至今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,医学上并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,从小我们都在听家长们普及得了狂犬病的危害,狂犬病的潜伏周期时间长,得了狂犬病必死无疑等,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狂犬病究竟有多可怕,今天和朋友们一起聊聊狂犬病的可怕之处。 狂犬病,有名孔痴症,是狂犬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,多出现在狗、猫等肉食动物身上,宠物间多通过私疗传播这种病毒,而人们所患上的狂犬病多是由这些宠物传播,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,一旦发病死亡率高达100%,人们在生活中与宠物传播。 接触时一定要小心谨慎,多了解一些狂犬病的知识,等到发作时再求助就已经完了。 做好预防 养狗的朋友要及时给狗接种育苗,带住宠物出门一定要带牵引绳,避免去宠物聚集比较密集的场所,避免和流浪狗接触。 主人要及时地接种育苗,和宠物接触完耍时,要注意方式方法,少和宠物玩亲亲,不要把手放到狗的嘴里,少让狗狗上床睡觉。 如果被狗咬伤和抓伤,一定要及时地去医院就诊,不要因为伤口不大,为省钱而补取就医。 第一,不论狗狗血的多么浅劲,与它接触完,一定要用肥皂洗手,值得注意的,带住狗狗去宠物医院的时候,尽量不要把它放下乱跑,尽量抱在怀里,因为这些地方是病毒的聚集地。 传染图景。 一,通过咬伤,抓伤传播,通过唾液或者抓伤皮肤粘膜而传播,所以被咬被抓伤要注意。 二,通过食用病犬肉传播,我经常看到有人猎杀流浪狗而食用,小李在这想说,这是很危险的,因为狗在外面流浪这么久,患病几率很大,虽然高温可以杀死一些病毒,可是有可能会通过8P处理的过程传播,而且高温处理不彻底,都会导致患病。 常见症状。 狗症状。 表现为精神不佳,举动异常,不听耗脸,狂躁,攻击性强,常漫无目的地奔走,喜欢躲在阴暗角落,吃石头,木头,泥土等。 外观表现日渐消瘦,下颗下垂,垂尾,流口水,声音嘶哑,吃饭困难等情况,或者表现为麻痹类型,全身肌肉麻痹,气力困难,握得不起,抽搐等,最后呼吸系统麻痹或衰竭死亡。 狗症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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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水声甚至都会全身抽搐,怕光怕声,会出现幻听,呼吸困难,体温增高,流大汗,口水等,患者常因喉咙禁卵而死亡。 麻痹期,进入麻痹期的患者基本上离死亡已经不远了,这时患者可能相对以前可能会安静很多,反应会迟钝,禁卵逐渐停止,这时可能会给家属一个病情转跑的错觉,实则已病入膏肓,最终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。 今天的总结就到这里,想了解更多宠物知识,可以关注,如果你感觉有用可以收藏转发哦。